大家好 欢迎收看Gold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 GoldMarkets一站式全中文服务 为您的交易助上一臂之力 今天是1月6日 星期三 我是Joy 首先给大家播报一下本地疫情的情况 那今天呢 我看了一下新闻 维州的新增呢 是差不多三例 一例呢 是本地传播 两例是境外输入 那目前维州的疫情呢 应该还是可以说是控制的不错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目前的市场行情 今天呢 黄金已经是突破了1950美元的这个关口 并且纳斯达克呢 在收盘的时候 也上涨了接近有0.95% 那可以想到 那今天我们澳股的开盘 应该是有一个不错的回报 那说完这个目前的市场行情呢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头条吧 那最近呢 我看到有朋友戏称啊 说农夫山泉 现在呢 不仅仅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而成了这个大自然的印钞机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农夫山泉的创始人 钟珊珊呢 在昨天啊 港股收盘的时候呢 已经成为了亚洲首富 而且呢 目前福布斯首富的这个富豪排行榜啊 也是位列排名第八啊 距离巴菲特也就没有几名了 是吧 非常的让人震惊啊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农夫山泉呢 在十一 在九月十一日呢 在港股上市之后 不到四个月呢 目前的这个股价已经上涨了85% 是非常可观的 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呢 目前大家对于这个农夫山泉的这个看法呢 也是非常的向好 那港股最近的表现也不错 那虽然呢 我们GoMarket暂时没有做港股这个这一块 但是未来呢 我们会在不久的几个月 可能会上市 上市这个港股的一个交易 那除了港股呢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目前中国股市的A股的情况 那A股最近的表现呢 也非常给力啊 虽然说我呢 是没有中国的交易账号的 但是呢 我可以在阿里巴巴 就是那个支付宝上的这个 蚂蚁财经上啊 买一些基金 那我也可以跟大家揭露一下 我最近就是买了几个基金 也推荐给大家 一个呢 是中欧健康混合C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家事农业 我是比较看好中国的这两个板块的 那最近的涨幅呢 也是相当的可观啊 虽然说我买入的时间不长 而且呢 虽然它的这个 持有的时间不长 但是回报也是相当的丰厚的 虽然不及农夫山泉这样子的个股 但是呢 对于基金来说呢 它应该还是一个不错的回报 所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如果大家跟我一样 没有在国内有这个A股的这个账号的话 可以考虑去投在支付宝上投资一些基金 那说到阿里支付宝呢 也不得不说一下阿里巴巴嘛 对吧 那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阿里巴巴呢 收盘 早上8点钟收盘的时候呢 是已经上涨了5.5% 那是非常不错的 那我在之前跟Ellen的直播中呢 也有跟大家提到过 我非常看好阿里巴巴这个公司 那最近呢阿里巴巴这个反垄断呢 也已经告一段落了 对吧 那反垄断结果已经出来了 对吧 仅仅是罚款罚了50万人民币就结束了 所以说暂时所有的利空呢 就已经出境了 那我对阿里巴巴的看法就是 它的基本面依然是没有改变的 那我会长期持有这只公司 这就是我们今天阿 每日财经快讯的全部内容阿 感谢您的收看 那我们GoMarkets的联系方式呢 是03-8658-0603 03-8658-0603 欢迎大家致电与我们取得联系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